北京时间8月11日,随着纳达尔杀进,2018年罗杰斯背四强,西班牙天王成为第一位入围ATP伦敦年终总决赛的球员。 2018赛季,纳达尔起初成绩不好,在奥网巴强赛队阵期里其实他因伤退赛,此后还连退了印第安维尔斯和迈阿密两项大师赛,进入红土赛季,纳达尔找回状态,他在蒙特卡洛和巴塞罗那赛军实现了史无前例的11冠王尾业,在罗马又拿下第8冠,转战罗兰加洛斯,红土之王继续是不可挡,连胜7场后,夺得个人第11个法王尔。 冠战罗兰冠军,再度创造历史,而今,纳达尔沙基罗杰斯杯四强,成为本赛季第一位沙基ATP年度总决赛的球员。 需要指出的是,这也是他第14次入围年度总决赛,曾在2010年和2013年沙基决赛,但都未能拿到冠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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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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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